不只是不配得的得到 更是本来做不到的 现在做到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思考一段经文 是以佛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 虽然有一点点长 不过这段经文的意思非常明显的 这段经文一开始 就说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中而死 第二在罪恶过犯之中 我们是死的 死的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觉 我们浑然不知 我们还在罪恶过犯之中 好像一个人生了病 还没有病逝感 一个意思了 那怎么办呢 没有病逝感就永远没得救了 但是因为神的怜悯 神主动地透过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 因此我们就经历了 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 所以后面的经文马上说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者信 不是因为任何行为 免得有人夸口 这代表着恩典的第一个层面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是白白得来的 白白得来是不配得而得到的恩典 的确 这一点我们非常感恩 非常了解 不过这段经文下面继续说 我们本是神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而且这个工作引导我们继续行善 而这个行善正是神要我们所行的 请注意 这段经文是出现在 我们得救之后的叙述 换句话说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 是纯纯翠翠 白白得来的恩典 不过得救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行善了 而这个行善正是神要我们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得救之后 我们有一种从神而来的生命力 于是本来我们不能行善的 得救之后 这个恩典给我们力量去行善了 这就是恩典的第二个层面 不只是不配得的得到 更是本来做不到的 现在做到了 奇异恩典的确是很特别 因为给我们两个层面的祝福 第一不配得的得到 第二做不到的做成了 让我们来聆听这首奇异恩典 向神给我们的恩典 发出回应和感恩 也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 做不到的靠神做成了 因为祂赐下奇异恩典 愿神祝福你 宁愿神祝福你 神的儿子将军与你 为我与伤识教 无此安典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诸心之识 能够真是何能够悔 祈祢安典 祈祢安典 何能够荣耀 神的儿子 能够真是何能够悔 我与伤识教 只能为现世年华后 我已安然尽广告 保住了念安全 能够听到我回家 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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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爱你千年 喜乐送藏在付座前 神话大日快些 祈祢安典 祈祢安典 何能够荣耀 神的儿子 帮助唱慈祢安典 帮我与伤识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